一辆小货车侧翻在国道路间占用了外线两线车道货车上满载的蛤蜊布袋破损狂蟹在车内 造成现场飘散浓浓的海上味道 事发就在今年早上快9点一辆载着蛤蜊的货车 为了闪避自小客车而吩咐 车身打航卡在路中索性驾驶自行脱困没有受伤 但是车祸也导致现场严重回堵6公里远 而南下车道也疑似因为施工 从205K塞到214K正挑路瞬间变成大型停车场 那所有车辆走走停停 国道警方也立即到场进行交管 那事故也在10点27分排除 驾驶人经过酒侧没有喝酒 却借肇事经过其原因 还有的警方调查了一清